我们来看第二节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我们先看它的概念 概念是需要理解的 不需要你记忆 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 以当事人的权力义务为内容 是国家强力保护的社会关系 首先来看它是一种社会关系 但是这种社会关系比较特殊 它是由法律规范调整所形成的 而不是由别的规范调整形成的 如果是由道德规范调整形成的 那显然不是法律关系 再比如说如果你违反了学校的校规被开除了 我们说这不是法律规范调整的 是你校规调整的 那也不叫法律关系 所以它的依据是法律规范 另外内容是权力和义务 而且有国家强力保护 这就是它的概念了 注意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受法律所调整 即使法律有所为有所不为 比如说情义行为 法律就不管 所以情义行为也不属于法律关系 什么叫情义行为 我说老高明天请你吃饭 吃全聚德的烤鸭 就说明天没请 此时老高不可能请求法律来保护他 因为这个不是法律关系 这个叫情义行为 另外恋人关系也不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 所以它也不属于法律关系 OK这个概念理解它 往下我们来看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一个可以分为形式法律关系 民式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 它分的标准啊 就是所依据的法律规范性质不同进行划分的 古名思义 形式法律关系依据的是形式法律规范 民式法律关系依据的是民式法律规范 好这个分类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看第二分类 我们可以将法律关系分为调整性的法律关系和保护性法律关系 它的分类依据就是 这是依据一个合法行为还是非法行为 如果依据的是合法行为而产生的就叫调整性法律关系 也叫B性法律关系 我们说这是法实现的正常方式 因为像我们说的 绝大多数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去遵守法 而不去违反它 所以既然是遵守 那就是它实现正常方式 就是第一性的 相反 若是基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 这叫保护性法律关系 就称第二性的法律关系 一定是第一性受到破坏 才会启动第二性的法律关系 比如各位 这边故意杀人 那么要受到刑事处罚的 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那此时就构成了刑事法律关系 又属于第二性的保护性的 比如说没把人打死 但是把人打伤了 此时没有入刑 但此时你侵犯了对方的人身权 也要承担侵权法律责 也是第二性的 好 这是第二个分类 往下我们来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各位法律关系三要素 主体 课题 和内容 什么叫主体呢 第一法律关系当中 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这就叫主体了 课题就是权力义务所指向的 对象 内容就是权力和义务了 我们先看主体 先看法律关系主体类型 两性考点 这边有可能出选择题了 法律关系主体包括 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和国家 各位 先看自然人 什么叫自然人 就依据自然规律出生的 有血 有肉 有感情的 就叫自然人 这个自然人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 不区分国籍 既包括中国公民 也包括外国公民 也包括 无国籍人 这是最常见的 自然人 看下一类 组织 组织就意味着 不是自然人个体而出现了 它这边是组织起来的 包括 法人组织和 非法人组织 我们先看其中的法人组织 各位 法人组织又分为 盈利法人 非盈利法人 和特别法人 最典型的盈利法人 比如说 有限责任公司 各位 你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出资 由发行 共同设立的 这么一种盈利性的组织 有限责任公司 出资之后 财产归公司 独立享有 有独立法人财产权权 公司有自己独立的名义 而且自己独立承担责任 所以你看 它有自己的名义 有财产 有责任 是不是和一个自然人差不多啊 但是 虽然差不多 但它没血 没肉 没感情 不是妈妈生的 是法律规定 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的 这叫法人 即法律规定的人 而不是自然出生的人的意思 好 各位看它的子分类 第一个 盈利法人 分为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 和其他企业法人 其他企业法人 比如说 没进行公司制改制的 相关经营主体 那 它是其他企业法人 好 第二 非盈利法人 这里经常出题了 非盈利法人 这些都不具有盈利性 因为他们存在的目的 不是赚钱 好 具体分为 事业单位法人 比如说 中国人民大学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高等院校 事业单位法人 某公立医院 事业单位法人 好 第二 社会团体 特别法人 各位 比如说 律师协会 注册会计师协会 就是社会团体法人 一定会基于捐赠的独立财产而存在的 最后 社会服务机构法人 这都是非盈利法人 再看下面 特别法人 包括 机关法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各位注意一下机关法人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或某级政府 都是机关法人 好 如果在农村生活的小伙伴 可能对第二个熟悉一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 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中 个人把个人财产 都给到集体经济组织 由集体经济组织 组织大家共同劳动 共同经营 按劳分配的 这就叫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了 好 最后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大家也比较熟悉 比如说 我们自己选出的居文会 这就典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了 OK 各位 在这个思维导图当中 比较常考虑我们说的 总体非盈利法人 再加特别法人当中的机关法人 如果考虑这样定性 你要把它挑出来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类 法律关系主体 组织当中的法人组织 往前来看 非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 首先它是一种组织 而不是个人 但是它本身独立性不够 所以它不构成法人 即法律没规定 它成为独立的人 具体包括 个人独自企业 各位个人独自企业 我们简单啰嗦两句 它是由一个资安人 投资设立的 以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所以你会发现 虽然它是由个人承担的企业 但它不独立 如果它欠钱 仍然是由投资人个人 以个人财产承担 无限责任的 合伙企业 它也是非法人组织 虽然它也要领营业执照 进行登记 但它领的营业执照 叫非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那么合伙企业如果欠钱 它要还不起 因为哭着喊着 找背后的合伙人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你看 它俩责任都不独立 它俩责任最后 都会穿透到背后的投资人身上 来背无限责任 所以你看 不具有独立性 但也是组织 就要非法人组织 最后 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专业服务机构 各位比如说很多律所 会计师事务所 就是第三类了 这是我们说组织当中的 非法人组织 再看第三类 国家 大家注意国家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 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比如说国家在这边 接受外国政府的贷款 比如国家在国内发行国债 那此时它也是 法律关系的主体了 好 这么讲的三要素之一 主体 自然人 组织 组织分为法人组织 非法人组织 第三 国家 好 下面看这道题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基金会属于什么呢 A 是盈利法人吗 不是 盈利法人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好 而基金会这边 不以盈利为目的 B 是特别法人吗 不是特别法人 特别法人包括什么 机关法人 包括基层 好 群众自治组织法人 好 这里不是 C 是非盈利法人 C 是当选的 好 D 属于非法人组织吗 不是 它是法人 非法人组织是指的 特别人独自企业 合伙企业 这种不具有法人地位的 专业服务机构 所以这个题 一目了然 答应就是C 是当选的 好 来看下面 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 我们在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当中 有两个能力 这两个概念需要大家理解 一个叫权力能力 一个叫行为能力 先看什么叫权力能力 是主体参与法律关系 享有权力 承担义务的资格 是他实际取得权力 承担义务的前提 所以你会发现 权力能力是资格 是前提 好 往下 所有法律关系主体 都具有权力能力 因为定义法律关系 就是什么 以权力义务为内容的 那主体就是 享有权力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所以所有的主体 都有权力能力 各位具体来区分 自然人的权力能力 和法人权力能力的 其实点是不同的 自然人他的权力能力 始于出生 终于 死亡 好 这句话我需要你脱口而出 烂熟于心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这是自然人的权力能力 另外我们讲 自然人的权力能力 各位都是平等的 人生而平等 说的就是权力能力的 平等 都有这种资格 也都有这种情绪条件 所以法人 他的权力能力 其实点不同 是始于法人的成立 终于法人的 好 终止 那么成立和终止 各位后面我们会讲 有两个标签 领取营业执照之日 是法人成立之日 那么注销登记 就是终止之日 所以你可以记 成立时产生 终止时消灭 你可以记 领取营业执照 到注销登记 这段时间就是 它迷失权力能力的 存续期间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权力能力的 其实点 各位 更为重要的是 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 是指主体 通过自己的行为 享有权力 承担义务的能力 你看 不是通过别人 而通过自己 我躬身入局 我亲力亲为的能力 就叫行为能力 你还记得吗 前面我们讲 权力能力 是一种资格 是一种前提 而这边是我自己来的能力 所以 行为能力 以权力能力为前提 好 有权力能力 才有可能有行为能力 但有权力能力 不一定有行为能力 有很多时候 你不能自己来 各位 下面是个重点了 就是我们根据 一人的年龄 智力和精神状况 对自然人 他的行为能力 进行划分 划分为三种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即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行为 享有权力 承担义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这三类 各位 下面 这里是我们民法的基础了 第一章我们会讲 到第二章 我们还会讲到 我们这里是第一遍讲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两种 第一个 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 好 满18周岁 18周岁以上 有大于等于18 成年人 年龄大 第二 16周岁以上 不满18周岁 但是 你自己的劳动收入 对生活主要来源 也视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各位 我们这里你看 他未成年 但是他本领强 自己劳动收入 已经作为生活主要来源了 好 16以上 不满18 各位 这里其实也非常好记 你想想你的生活常识 一般16周岁 从上学的角度 是哪个阶段刚结束 初中刚毕业 即9年义务 教育已经完成了 往后你上不上高中 国家不再强制你 不再管你了 所以你看很多同学 初中毕业之后 要么考高中了 要么就 不如社会去参加工作了 而且参加工作 还挺厉害 自己劳动收入 作为生活主要来源 也不靠父母补贴 作为主要来源了 此时 他本领强 也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以各位记住了吗 年龄大 本领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各位有两类 一类 年龄是八周岁以上 不满18岁 第二 是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哦 他已经成年人了 但他的精神状况 堪忧 智力有问题 不能完全辨认 自己的行为 所以这两类是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再看第三类 无民事行为能力 好 也是两类 一 年龄上 不到八岁 好 另外 第二类 完全不能辨认 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和未成年人 大家注意这两边不同 如果不能完全辨认 由于部分能辨认 有部分辨认不了 这叫限制 相反完全不能 所有的都一塌糊涂 一片漆黑 那就是啊 无民事行为能力 所以各位你看 这三段的划分 是不是依据年龄 智力和金融状态的划分啊 注意 年龄的分界 一个是18 一个是8岁 各位重点在下面 就是三种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这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的效率如何呢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即完全可以自己去享用权利 承担义务 所以他这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各位不会因为民事行为能力的欠缺 而无效 若没有其他使用 就应该是有效的 麻烦的在中间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这边啊 涉及到三种类型 一 完全有效的 一 纯获利益的行为 对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完全有效的 各位比如说 你看这里 有个十周岁的小朋友 即8到18之间 十周岁 他这边过春节啊 然后他的亲戚给他红包 压岁钱 好 拿了一万块 挺多的 但你看 他这边拿红包 是接受了赠予 纯获利益 不需要支付一个对价 也并不负担义务 所以此时 只有好处没坏处 这是有效的 第二点 可以独立实施的 与其年龄 智力经济状况 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种也是有效的 那什么叫适应 比如说 一个十周岁的小朋友 应该花五块钱 在文具店买了这支笔 我们讲 这就是和他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 我们认为 也是有效的 好 这是我们说 限制民事行为的人 可以独立实施的 两种有效的 第二 效率待定的 如果限制民事行为的人 他不能独立实施的 法律行为 就是效率待定 需要他监护人的 注意证 好 各位比如说 这个十周岁的小朋友 过年拿了一万块钱的红包 挺多的 然后自己来到手机专卖店 花八千元买部手机 我认为 有一个十岁小孩 花八千买手机 此时就超出了 他的认知范围 与他的年龄 不相适应 那你说这个行为效率如何呢 可以向左 也可以向右 如果他父母过来说 小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如果我这边不追认 说把钱退回来 把手机还过去 小孩子上了面子 得 不就八千块钱吧 我追认 我们觉得没问题 那这个行为就从效率待定 变成一个有效行为 相反 如果父母拒绝追认 那此时我们说该行为 就归于 无效 这是不能独立实施的 自立待定 最后 不能独立实施的特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 我们说限制民事行为的那人 他比如说定理遗嘱 一律都是无效的 那你说难道定理遗嘱 不能和他年龄相适应吗 好 我们说不存在 为什么 不知生 焉知死 我们说一个三十岁四十岁的成年人 尚且不能理解死亡的意义和遗嘱的价值 那更何况一个八到十八的小朋友呢 所以像这种特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好 他这边做一律是无效的 也不存在父母追认 也说 好 再看第三 无民事行为能力 他本人实施的行为一律是无效的 因为他年龄太小 精神状况太差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 那你说 他接受赠予 存获利益也不行吗 也不行 因为他也不能理解 他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所以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他原本人实施的行为 一律是无效的 只能通过他的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来实施 好 各位 这是我们讲主体当中 行为能力一个重点 好 根据年龄智力精神状况分为三类 他们独立实施行为的效率 这个表格 我们第一遍讲 到第二章也会讲到 好 看完主体 再看课题 所以课题 这是权力义务 它指向的对象 各位我们看 法律关系课题包括哪些 一 误 各位 误我们讲 这里是典型误权的课题 在误权当中 比如说所有权 它指向课题就是误 但你注意 法律意识的误 它要求 一 以有形的形态表现 便能够为人力所支配的 这种才是法律意识的误 相反各位 我说本路课史当中 一团空气 也没有装的袋子 也没有装在罐子里 它没有一个有形的形态 各位 你看此时不符合这个有体性的要求 它不能成为法律当物 再比如说我们说 遥不可及的太阳 遥不可及的火星 它虽然是有体的 但是目前是力所不及的 人类无法支配 所以也不能成为法律当物 好 第二点 纵然满足有体性和可支配性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物 都成为法律关系的课题 比如说毒品 假药 它就不能成为私人所有权的课题 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另外我们讲广义当物 还包括货币 它属于特殊的动产 有价证券等等 这是第一类课题 物 OK 是物权 这种权利和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 第二个 行为 作为行为 是人们在主观意识支配下的活动 能够满足全人的需要 它也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课题 各位行为 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我说行为 它是债权的课题 各位比如最典型的 我和高志向老师 签个买卖合同 我俩之间 就是一个债权 债务关系了 那你说 在这个债权当中 它的权利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是什么 我说的这个买卖合同当中 好 首先高志向老师 他最买方 有权要求我履行 交付这支笔的义务 我有权要求他向我支付价款 履行这个义务 好 这里两个都是作为 那么相反 比如说 我和高志向老师 签了个保密协议 要求他保守我们单位的商业秘密 和知识产权相关的信息 你看 这个保密协议 这个债权关系 它都指向老高 不能泄露商业秘密的行为 所以你看 这就是行为作为课题 大家注意 这要做个区分 就是我们和课题 如有混淆概念 叫标的物 各位注意 课题是指法律关系 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而标的物 是指这个具体的东西 各位举这个例子 我和高志向老师 签了个商品房买卖合同 这样我在北京的房子 100万卖给高志向老师 我们说 在这个买卖的法律关系当中 它是个债权 它所指向的课题是什么 是行为 即我有义务包裹的房产 交付给老高 并且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 另外 老高这边应该向我支付价款 你看 交付房屋办理登记是行为 老高向我支付价款 也是行为 是行为中的作为 那这是我们说的课题 指向的对象 而这里买卖的是房产 这个房产叫标的物 而不是课题 好 这是你要区分开的 再看第三类课题 人身利益 各位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 各位身份利益 比如最典型的夫妻关系 夫妻 这就是典型的身份利益 比如这种身份利益有可能被侵犯 比如在刑法中有重宽罪 另外注意 除了自然人有人身利益之外 法人其他组织也有人格利益 比如说 我们到反不正在经济法当中的概念叫诋毁他人商欲 你看公司这边是有商欲的呀 好 这是人身利益 再看第四 智力成果也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课题 比如说我们有个部门法叫知识产权法 各位知识产权法 它的课题就是智力成果 比如说著作权法 它的课题是作品 作品各位不是这本书 这本书是迷反的物 它是物权的课题 作品是以这本书呈现出来的 凝结在其中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成果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 作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只不过以书这种载体表现出来了 再比如说专利法 专利它的课题是发明实用心形和外观设计 比如说发明专利 它本质是一套技术方案 而不是根据技术方案而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的课题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智慧成果 OK这是我们讲的四类课题 好各位主体课题我们都讲完了 再看法律关系的第三个方面 第三个要素 法律关系的内容 我们说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和义务 只有主体享有和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大家注意 我们说法这边是权利义务并重的 在同一法律关系当中 权利义务一定是同时存在的 两者相互存的 所以比如说 我和老高之间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你看一个买卖关系 那此时我作为卖方 我这边有权要求老高向我支付价款 这是我的权利 同时老高也有权要求我向他交付房屋 并且办理过户登记 好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和交付就是我的义务 你看我的权利和我的义务是并存的 另外我要求老高向我支付价款 这是我的权利 那对老高向我支付价款就是他的义务 所以你看两者是不是同时存在 有同学这里可能想的比较缜密 他说刘老师 那赠予 赠予法律关系当中 权利义务并存吗 他这边赠予人好像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 各位你要从另一个角度去解析 我将这支笔赠予给高级姓老师 我这边有赠予的义务 应该把这笔交付给他 这是我的义务 那同样老高作为受赠予人 他又有权利请求我交付 你看我的义务是不是他的权利 所以权利义务是并存的 这是他的内容 各位我们往下来看看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 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 而且法律事实这个概念有点抽象 我们需要好好地讲 细致地讲 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确证的 能够导致法律关系产生 变更消灭的客观现象 法律事实 根据是否以当人主观意志为转移 分离事件和行为 所以各位你看完这段话会知道 哦 法律事实是不是能够引起 导致法律关系啊 没错 所以法律事实引起了法律关系 它导致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亡 所以法律事实 各位是什么 是个按钮 叮咚按下去 法律关系就产生变更和消亡了 相反如果没有按下按钮 就不该有法律关系的变更消亡等等 所以法律事实是触动法律关系的按钮 没错 而这种事实又不是我们自己靠意志给它创造出来的 是法律规范所确认的 好 所以各位简而言之之 法律规范确认的按钮按下去法律关系启动 这就是法律事实 大家看这个思维导图 和人的意志无关的 这叫事件 和人的意志有关的叫行为 各位我们看哪些是和人的意志无关 人的出生死亡 灾难灾害意外事件 事件经过 这和人的意志无关 行为我们一会再讲 又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我们先看事件 各位这些都不是个人意志所控制的 一 人的出生和死亡 人说老师人的出生不是爸妈引起的吗 各位 我们这里说人的出生是本人出生 不是本人意志所决定的 本人意志决定不了 好 同样死亡本人意志也决定不了啊 所以各位 这就是事件而不是行为了 那你说人的出生死亡 会引起哪些法律关系呢 我们说首先 人的出生 我们前面讲过 自然人 他的权力能力是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所以你看出生 他这边就有了权力能力 另外我们讲 他的人格权也从出生开始的 他的继承也从出生开始有继承资格的 好 第二点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 各位比如后面我们讲的概念叫 不可抗力 比如说 我这边啊 要把这支笔卖给高智先生老师 约定啊 需要在五天里交付给他 但是 一阵爆发了 一时又爆发了 导致交通阻塞 没办法把这支笔交给他 我违约了 但各位 如果是因为不可抗力而导致的违约 我这边是免责的 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你看 他这边是不是按下这个自然灾害 不可抗力的按钮 导致了法律关系啊 好 往前再看 第三 时间的经过 我们讲时关是最公正 最客观的 不因为任何人的意志 而变得更快 或者更慢 所谓的度日如年 所谓的时光如梭 都你的主观感觉 但是客观并没有改变 大家看 时间经过会有什么 法律关系的变化呢 比如后面我会讲 概念的诉讼时效 如果权利人在一定期间 放任权利 而不管 而不去行驶 躺在权利人睡大觉 那此时过去段期间 国家强力就不保护他了 只有诉讼时效的经过 所以时间经过 它也会导致法律关系的变化 OK 这是我讲的三个事件 各位看完事件 再看行为 我们行为 都是和人的主观意志 有关的 与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叫行为 再细分 如果这个行为当中 有一次表示 以一次表示为要素 就叫法律行为 如果不以一次表示为要素 就叫事实行为 我们先看法律行为 三性考点 各位关于法律行为 我们在第一章会第一遍讲 到第二章 我们会第二遍讲 到第二章 我们才能讲透 因为第二章当中 我们要解释 什么叫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法律行为 意思表示 你先听第一遍 先听一下 法律行为 以当时的意思表示 为要素 当然是需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 表达出来 对于其表达的意思 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这叫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各位事实行为则相反 它不需要人的意思表示 它的后果是法律直接规定的 好 各位 我们看什么是法律行为 什么意思表示 各位比如说 我现在内心有个想法 我想要产生一个将这支笔 卖给高志谦老师的法律效果 这支笔的所有权 由我转移给高志谦老师 这是我内心的意思 想要把这支笔所有权 从我转移给老高 于是乎我把它表达出来 我老高这支笔十块钱 你买还是不买 老高说我买 于是我俩意思表示一致 达成了一个买卖的法律关系 OK 所以各位你看此时 法律行为是什么 法律行为是我和老高之间 定义了一个买卖合同 OK 其中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 最终产生的效果也是 我有义务把这支笔交付给他 他有义务 给我钱 内心所想 即为外部的表达 心有所想 外有所为 这种的法律行为了 那这个意思表示各位 不是说的 我有什么想法表达出来 都要意思表示 只有我要追求法律上的效果 这种意思 才叫意思表示的意思 我讲心有千千结 这个心有千千结可能是 我想请老高吃饭的意思 对不起 这不是意思表示的意思 因为你不想定义一个法律关系 不想产生法律效果 或者我想和老高成为好朋友的意思 对不起 这也不是意思表示 因为你的目的不是产生法律上的效果 只有心有千千结当中 你的目标是产生法律效果上的 并且表达出来产生行为 这才叫以意思表示 为核心的法律行为 这种达到的效果 亦是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OK 各位 我们第一点就这么解释 到第二章 我们还会再做解释 好 再看第二 事实行为 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只要有法律规定的行为 就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所以你看这个法律后果 不是我追求的 是法律规定的 比如点击的创作和侵权 我们先说创作 各位比如说 安西老师 这两天有特别 好复杂的心路历程 心有所感 于是就表达出来 这个文字 这个篇章 就像溪流一样 从笔尖自然而真的流淌出来 写了一大篇文章 甚至写了个回忆录 一部小说 于是我创作了这波作品 法律规定 作品自创作完成之且 享有著作权 所以你看产生那个法律关系 我想有著作权 但各位请问 我在写这篇文章 这部回忆录 这部小说的过程中 我是否内心在追求一个法律的后果 我为了获得著作权 而去写这个东西 不是 只是我想写 所以写了 写完之后有著作权 不是我追求的 是法律规定 只要写完就自动有著作权的 所以你看 这个创作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但最终也产生了法律关系 那此时是法律规定的 不是我追求的 同样道理 侵权有一个道理 我今天特别愤懑 我今天被别人鄙视了 我要发泄出来 因为我把个老高 高智权老师给打了一顿 打伤了 打他的生活不能自理 我当他打伤 他这边住院了 支出了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等 因为根据民意法侵权责任 法院判决我赔他 20万 我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所以各位你看 我打他 对他侵权 你看这里有我的行为 但是我打他这个行为 内心当中并没有在追求 我要打完他 要赔他钱 承担侵权责任的这种意思 所以你看 打完他承担侵权责任 这是法律的规定 而不是我内心追求啊 所以各位 你懂了吗 哦 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 简称法律行为是 心有所想 于是表达欲外 产生了你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而实事行为是 心中没有追求这个效果 你只做这个事 法律规定 有这个后果 就是这样子的 同样道理各位 建一座房子也是这样 我这边需要一座房子 遮风避雨 于是我用水泥用砖石 盖了个房子 盖完房子 物权这边就规定 哎 这个房子盖成了 我就自动取得了所有权 各位你看 我盖房子 我确实有个动机 我想 哎 获得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 晒不着 动不着 但是我没有追求说 盖房子要拥有所有权 这个法律的效果 只是法律规定 盖完自动有所有权 所以各位 这两个你要区分看 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实事行为 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另外我们讲 法律行为 要求行为 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而相反 事实行为 不要求行为能力 如果小朋友 也可以创作啊 好 小朋友可以盖房子呀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法律事实 各位 我们把法律事实 再总结一下 因为规于抽象 大家看 法律事实是个按钮 按下去叮咚 法律关系产生变革和消亡 和人的意志无关的叫事件 和人的意志有关的叫行为 但注意和意志有关 意志当中心有千千结 但不是所有的意志 都要意思表示 只有追求法律效果的内心 意思表达出来 才要意思表示 这种叫法律行为 而相反 如果你没有意思表示在里面 只是法律规定 某行为产生的后果 就要事实 这是我们本节讲的抽象的内容 好 来看这道题 下列法律事实的类型当中 侵权行为属于什么呢 A 自然事件不对 B 社会事件也不对 因为它也都是事件 而侵权是和人的意志有关的 你打没打别人 你的意志是能控制的 所以他们不选 C 法律事实 B 事实行为 C 而事实行为不以 意思表示为要素 在这边 最终的法律效果是法律所规定的 而不是你内心所追求的 好 这个题答案就是 D 是当选的 OK 好 再看第三节 第三节 习近平法治思想 引领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各位这边偶尔会考选择题的 我们简单一过就可以了 首先来看 关于这里 全面依法治国 它的领导机构 我们组建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或者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 总体布局 好 作为党中央意识决策 意识协调机构 大家注意 这个委员会 它是个协调机构 大家往下看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办公室设在司法部 大家注意 它有具体的办公室 那么在司法部设立 不要小瞧这句话 这是某年单选题的直接选项 直接考点 好 这是领导机构 往下来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那总目标包括 大家注意 这两句话需要你记住 第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最终目标是建议法治体系 当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另外是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们的总目标 往下来看 习近平法治思想 各位习近平法治思想 核心要义 如下总是11个方面 这11个方面 我们有所认知 有所认识就可以了 内容很多不要给大家背 偶尔会考到 大家看 第一点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大家注意 党的领导 它的地位是什么 是根本保证 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因为我们这边的根本目的是 保障人民的权益 第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大家看 这个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第四 坚持一线治国 一线执政 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法律规范内 进行活动 不能超然于外 置身失败 第五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家看 法治轨道上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这是它的性质 是依托 第六个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 我们前面说了 坚持法治体系 是发展的总目标 和总抓手 第七 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共同推进 好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统一建设 这些统一是战略布局 第八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这是我们讲 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第九 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设外法治 好 大家看 国内和设外这边是统筹推进的 这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 第十 坚持建设 德财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这是组织保障 那当然队伍是保障 最后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这是关键问题 这么说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十一个方面 OK 第三节就是这些内容了 我们来看 下面这道题目非常简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目标和总抓手是什么呢 好 各位 一目了然 既然总目标总抓手 那就是B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好 B是当选的 我们来看 第四 二十大报告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阐述 大家注意 这是我们二三年比二二年相比新增的内容 所以在这一页PPT 你要重视起来 就有可能出一道选择题 进行直接的考察 我们来看 二十大报告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有哪些重点内容 第一个 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二 我们增加了一项 即将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将这一段话 纳入了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 各位 这句话 我选你强化认知 首先 是要实现 好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现代化意味着更加发达 与时俱进 另外 人民民主制度是健全的 注意 不是片面的 而是全过程都更加健全 另外 要建成的是什么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三位一体的 各位 这是我们2035年总目标当中增加的一项 再看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我们提供了四个重点要求 各位 你看 四个重点要求 是不是特别适合出多选题 比如多选题的题干 可能密题人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下列属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要求的是 A选项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各位 这句话 把它简化就是完善法律体系 怎样法律体系呢 宪法是根本大法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 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第三 严格公正司法 所以你看 一个是司法 一个是行政问题 第四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这就是四个重点要求 好 各位 这页我需要你截图把它截下来 非常重要 这是新增的内容 大概率有可能进行考察 各位 本章到此结束 各位 在本章结束之际 我们回忆一下本章讲了哪些内容 本章总共是三件内容 第一节 基本的概念 我们给出法的概念 法律体系 法的渊源和法律规范 第二节 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是重点 首先我们讲 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关系 它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 另外法律关系三要素 主体 课题和内容 主体当中最重要是法人 你要注意 法人的分类 另外主体当中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也是重点 三类 完全 限制和无民事行为能力 课题注意是权力义务指向的对象 而不是要低误 不要混淆了 另外课题有哪些 权力和义务相互依存 最后我们讲 触发法律关系的 导致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亡的叫 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 细分为和人的意志无关的叫事件 和人的意志有关的叫行为 行为进一步的细分 又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 OK 关于这个法律事实 我们到第二章还会一勇三叹 再次讲解 好各位 本章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